阿琴龍 欸嗨 今天測試阿琴龍B2B 大家都知道關關吧 不知道沒關係 要知道豬豬犬吧 上網查 今天的話題是 是誰讓關關不開心 因為今天的話題比較嚴肅的關係 所以很舒久 今天不會開口說話 你...你... 叔弟 就在前幾天 我看我關關的Instagram 在現在多台 大概內容寫著 有人抄襲他的創意 然後我們的關關整個就... 我就在想 嗯? 是我嗎? 是在講我嗎?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也拍攝關於冒踢的影片 就是我第一次 在臉書各版陳真麗演員的那一部 是位寶寶的貼粉 我們應該冷靜下來 然後我就在3月9號休息的時候 馬上把那一支影片 從公開設定成 非公開 如果真的是在說我們的話 那我們不排除我們家影片下架 結果就在設定非公開不久之後 我朋友就私信我 欸? 那這影片怎麼搜尋不到? 因為我搜起來了啊 再來我今天記得Instagram 超觀觀 問他要說 欸? 是我嗎? 我還敲了兩次 結果直到今天 嗯? 對囉! 冠冠怎麼可能會回我嗎? 呵呵! 我在急在什麼啦? 從這件事情 我重新體會到 算不曉得 冠冠是不是在說我們 我們都要去學習 去尊重對方的作品 但是情嫌 要思考前衣後果 告知對方 欸? 我要放進去囉 欸? 我快要 欸? 完成囉 之類的 另外有件事我一直沒有跟各位報告 這個頻道的風格 一直是朝著 奇幻武俠的方向邁進 更具體的說明 就是希望能夠像影魂那樣 有時催淚 有時搞笑 有時認真 把歡樂帶給大家 更重要的是 能從每部作品中 都學習到那麼一點點東西 是誰說髒東西的 這就是 我們的初衷 同時 我們也都有尊重 他人的創作 每部影片下面的說明欄 都可以看到小編 很有心的告訴大家 今天的影片 也是用金光的BGM喔 覺得好聽 就去買顏色帶吧 之類的 而且這個頻道 也沒有開引力啊 等開門訊息轉 見明瞭 見嗎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掰掰